這邊看到巨型頭司機巨拆城市中心 帶來這邊又來一波開打 沒有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來看伯伯仁對上莎拉森人 這場比賽是TGI冠軍邀請賽 這場比賽是Minchester對上Tato 文明是選擇了伯伯仁 先來介紹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特色 是他的村民移動速度特別快速 可以到10%加速 封建時代15% 伯伯仁他的馬就有單位折扣也是相當多 城堡時代就有15% 利用時代是20%折扣 所以不管是要打肉馬或是重裝騎士 或是重裝駱駝 都是非常適合的一個文明 有點像是哥德爾人的 或是瑪雅版的騎兵版 如果你喜歡打騎兵又很便宜的話 伯伯仁不會讓你失望 伯伯仁最大的後期主力呢 是這個駱駝弓兵 我們簡稱駱弓 那駱弓是他的寶兵 對抗馬弓單位有外增傷效果 而且當一般馬弓來使用也是很強悍的 而且到了帝王時代點下金冠之後 他的駱駝包含這個駱弓都會回血 所以到了後期也是蠻好用的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薩拉斯人 那薩拉斯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四肢非常便宜 只要75木頭 而且工兵呢 對建築物有外增傷 所以要破木牆的時候 或是破這個居住防射 這個打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封建時代很容易就打出一個破口 然後去裡面塗個一波 是薩拉斯人最強悍的一個破牆方式 那薩拉斯人後期的組成 是打這個駱駝跟奴隸兵 還有強弩為主 那奴隸兵呢 這是我們熟知的菜刀 那這個菜刀呢 造價非常貴喔 遇到游侠的話 如果有操作的話 是可以屌打游侠的 但沒有操作情況下 由於他的攻速 是比游侠還要慢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一直占A的話 很容易A輸對方的游侠 這點玩菜刀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薩拉斯人後期呢 這個駱駝血量也是特多的 可以到170滴血 坦度非常時佐 所以這場比賽 如果兩邊都是打駱駝 或是弱攻的話 薩拉斯人應該也是會走一個駱駝路線 打菜刀可能會比較差一點 打駱駝可能會更好 薩拉斯人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地圖下方有金礦 上方則是有石頭 右方可是有果子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 有點偏天圖 因為這隨便圍就可以圍好了 正面的部分比較困難一點 但也沒有到非常難為的地步 右邊的話這邊又再圍一下 哇這根本就天圖了 哇這可以圍到底 後面還有兩片安全的墓區 還有小金礦 那由於是這張圖是 淘金草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主金 那你要說主金的話 有可能這外面 靠近一點就是它的主金 那淘金草這個地圖一直有在改版 以前的HD版本 這個淘金草非常難受 基本上你沒站到高地 你就要投降了 那現在的地圖版本 算是比較平衡一點 即使上面插了城市中心或是城堡 你在外圍的金礦處 還是可以安全挖礦的 只要你在旁邊插城堡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處於劣勢的一方 可以有機會再奪回高地 搶回黃金 是有機會的 這也是世紀帝國的一個地圖上的平衡性 一直有在改動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RTS的地圖 就是有時候他們一玩 就決定這個地圖就是這樣子 然後死不改 然後每次玩就很痛苦 但是世紀帝國無事 隨時都有在更新的 非常舒服 那基本上塔超是天圖 那來看一下伯伯 伯伯的話 這邊地圖看起來 石頭在外面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而且果子在這邊 右邊不太好圍 要圍斜的 會比較好圍一點 那正面稍微圍一下 那如果要圍的話 可能還要這樣子圍過來 或是直接這樣圍到底 那怎麼圍的話 都圍的比較偏小 而且圍的範圍也是偏廣闊 沒有像塔超這麼舒服 所以伯伯伯伯伯伯伯 這邊大概只有六七十分 至少有合格 合格的原因是因為 至少果子跟黃金在裡面 前期不太會有問題 中後期的話 石頭可能才會被打 但這個 只要能撐過前期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地圖方面 因為地圖的封建時代 跟大家講件 比較殘酷的事情 其實封建時代 是我覺得 世紀帝國裡面 最難玩的一個時代 因為你這個時代 你封建時代 不管是要出兵 還是要圍家 或是趕入 都是在這個時期中完成的 還有探圖 所以我覺得封建時代 是 世紀帝國裡面 算是最難上手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你封建時代 如果可以打得很好的話 那 公信喔 你已經脫離新手的範疇了 你已經進入高端了 封建時代要打得好 真的不容易喔 連我到現在 還覺得封建時代 還是沒那麼舒服 還是有時候會很臘草 會有什麼洞啊之類的 雖然這職業選手也會有 但就是 但就是連職業選手都會 封建時代 露個洞出來 就知道這個封建時代 要打好 有多困難 很多會miss的事情 都是從封建時代開始的 好 那我們看到波波這邊 肉馬出了蠻多隻的 出了三隻 四隻喔 現在總共五隻 包含一開始那一隻喔 總共是4加1 五隻 薩拉森這邊是三隻 刺頭配一隻槍兵 開始要出 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是封建 小打小鬧 所以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應該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地方 好像加太快了 好 那我們看到塔到這邊 已經為好了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張地圖 也很適合直層 就是封建時代 稍微打下 因為有時候你封建 打過頭很容易 對方可能防守反擊 然後開始挖石頭 移到城堡時代 就中間插個城堡 你就很不舒服 所以大部分時候 這張地圖 都是封建稍微出一點兵 大概出兩三隻肉 然後就開始轉這個城堡時代 這是比較常規式的玩法 那這邊兵工廠有補 應該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這邊槍兵過來搜一下 可以戳得到嗎 沒有辦法 這伯伯在城堡時代之前 點下輪軸技術 這樣經濟會非常好 這個算是 明確實最近在改進的一個地方 他的最近經濟 打得越來越像miper 現在很多玩家 都越來越靠近miper的思路 就是顧好經濟 然後經濟防守反擊打一波 以前這種常常強軍 是打套路的方式 其實越來越不吃香 因為高端門 他們經驗越來越豐富 所以我觀念越來越好 也都知道該怎麼擋了 就是戰術一直被破解的情況下 其實防守反擊 算是 meta吧 比較 算是勝率比較高的玩法 這樣講 當然強軍士也有他強的地方 但是遇到比較高端的玩家們 被破解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當然如果你在1500、1600打強軍士 能爬方一定是沒問題 但越來越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後期還是要打這個防守反擊 還有這個觀念 還有封建要怎麼打得贏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波波人這裡點下兩隻騎士 雙馬就出馬 這個時候他就15%馬就單位的折扣優惠了 那這邊木頭可能會挖穿 這邊可能要稍微圍一下 當然圍過來 回到底 好 那 薩拉斯人這邊是3TC 開農惡農惡木 直接點了 哇 最快那種 然後還是補下青騎兵 這邊青騎兵應該是要來抓生鋁用的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一些生鋁 那波波人這邊點下青騎兵 兩邊都是有想要撿生物的一個念頭 修道院都早早就放下了 一隻駱駝去追逐一下 這邊殘血的青騎兵回來補一下血 不錯 後方的騎士稍微拉一下狼 那這個掏金場的老有點有點有趣喔 這個剛剛封建時代沒講到 掏金場的老你可以用槍兵喔 去戳他們 然後引他們 引大隊喔 然後全部戳到這個城門 那你就看到一堆狼 在這個敵人的木門前面 村民一出來就會被追逐 這是以前我們HD時代的玩家 常常在搞的事情 但好像現在有稍微改動一下 狼沒有像以前那麼多的樣子 現在狼好像少了一點點 我記得以前狼是滿傷滿股的 還是我的錯覺 還是其實沒有比較多 好 那這邊狼會繼續追很煩 但這個狼不會追封建的刺吼 所以沒有關係 封建的刺吼他是不會追的 所以只能用槍兵去拉 這裡其實有洞喔 城市中心這裡是有個洞的 如果這裡沒收村 有收村但是硬洗 OK直接進去 這邊稍微微一下 村民被砍 應該會死個一村 多則兩村 那這邊看到駱駝要跑了嗎 沒有 OK 那這邊的話我會拉隻村民 蓋個房子啊或是木牆 好結果這邊蓋房子 這裡直接繞過去 兩個隻僧侶走到城市中鄉面 開始遭降 避免被對方抓到僧侶 那這個僧侶其實應該是繞 是想要抓僧侶 結果看到僧侶中已經防好了 所以就決定不去抓僧侶 而去來抓村民 好結果繞一繞又看到 這邊僧侶走出來了 回頭直接硬砍 結果最後還是刷到了 哇 明切斯特這邊控兵控得很漂亮 兩隻清奇兵賺了兩百斤 加上兩隻村民 哇 兩僧兩村賺爛了 那這邊3TC村民開始拉近了 現在是51村 打這路11村 殺生人這邊領先10村 其實領先的村民數還蠻多的 那現在看到塔套這邊 其實他的經濟來說有個問題 他的輪走技術一直沒有補 雖然有惡農惡木 但沒有少輪走的話 其實經濟是差很多的 所以現在已經來到64人口了 最好是在40村或30村點下 我比較近一點 像是那個勃勃人 在升城堡時代之前 就點下 30村左右的時候 經濟直接起飛 這個經濟現在多好 雖然村民數稍微有點落後 但你看他現在兵 可以出超多 資源還非常充足 當然有一部分 是因為他這個馬就解敏的關係 所以資源消耗沒有這麼兇 那甚至他這邊可以開出 第四個城市中心 繼續開弄也沒問題 那看到薩拉森這邊補下了一攻 補下一攻之後 自己的駱駝變成7 變成7攻沒錯 6加1 變7攻的話 打村民稍微有點傷害了 但是現在要打到村民 應該是有點困了 目前勃勃人這邊軍事也是 爆得也蠻OK的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能防住到前線 然後城中心開得出來 這邊沒有決定要圍了 就是稍微放縱一下 開始要來搶中間了 OK 城鎮中心補下 那這個也算是一個蠻常見的 套金草打法 如果你覺得你軍事上有優勢的話 就可以像他這樣子 直接把城鎮中心 蓋在這個高地上 然後待會再補一個城堡 在這個邊邊角角 薩拉斯人自己覺得 稍微落後了一點 選擇了在低處蓋下自己的城堡 但這種城堡可能會有點難蓋喔 他的村民並不是非常多 這邊可能會被青騎兵 後面繞了一波嗎 哇 這邊分兩隊 青騎兵這邊空的還不錯 直接衝進去了 這邊房子沒有蓋起來 後面兩隻勝利直接第一時間被擊倒 無法招搶任何一隻單位 後面的單位直接原地開扁 但是薩拉斯這些 現在有駱駝的血量優勢 血量是111點 欸 他沒有點品種 喂 嗯 哈哈 原來兩邊血量是一樣的嗎 喔沒有 薩拉斯這邊少10點 OK 我想說奇怪 薩拉斯應該是要打得贏喔 怎麼感覺打得有點五五開 尷尬啦 薩拉斯 現在才發現 你看 他打完才知道 喔靠 原來我沒點品種 想說奇怪怎麼打不太贏 因為照理來說 薩拉斯剛剛那個數量應該是可以打得贏 因為血量優勢的關係 很容易就打得贏對方 好 薩拉斯第一波交戰吃了大虧 補下了輪走技術 OK 有積勒 但是這時候博博已經點手推車囉 手推車一補完之後 經濟直接起飛 地龍世代開丟 這個劇情投司機 那塔塔這邊就會很難受 因為他的資源量現在非常遙遠 離這個地龍世代 好 那這裡就要看一下Minchester 這邊要不要偷一下軍事喔 然後在這邊前面蓋一棟城堡 或是不出兵 好 這邊直接要買賣一波了 買賣一堆木頭 然後買了石頭 直接蓋一棟城堡 他意識到前線的單位不太多 如果這些駱駝上來的話 他會有點扛不太住喔 而且這些城鎮中心的村民太少 好 有點會難抵抗住 好 這邊有一隻生女減生物 可能要被抓掉 OK 沒問題 一 二的一生 D 火火這邊點下了大雪 這邊是要升城堡賽 地龍世代 由於需要兩個建築物的關係喔 趕快先補 待會如果要轉落宮的話 也可以點這個彈道雪跟化雪 好 駱駝繼續出 這時候血量是130D 喔 有了 130點的薩拉城駱駝 好 兩隻親習兵先去抓掉生女 這一波塔套操作也是不錯 兩邊幾乎同時點下地龍世代 只差了幾秒鐘 兩邊的節奏是差不多的 但是村民是差10寸喔 但是明確實特這邊有 這個手推車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來說 應該是剩餘98寸的 村民殺10寸應該是手推車營 我記得手推車可以直接補個10寸以上 大概12 13寸之類的 所以經濟來說應該是不會落後於塔套的 而且伯伯仁的本身移動速度 又是特別快的 對於經濟來說有一定的加成 所以目前怎麼看 都應該是伯伯仁這邊經濟優開於薩拉城這邊 目前看到薩拉城點下了二級馬凱 馬舅也是繼續補下 求照院生女繼續按 這邊生女也是相當重要的 一個防守單位 那聖物分布 目前都是離明確實特家裡比較近 都已經快要搬到自己的修照院裡了 這邊稍微再小小加速一下 那邊不知道該怎麼打 目前看到薄薄這邊還是繼續出駱駝 那可能就不會打弱攻了 是駱駝一直線 這邊高打低 爆打一波駱駝 稍微拉走 這時候點下了狂樂 狂樂點下之後 薩拉城的駱駝血量再多加20點 血量會到150滴 上面生女稍微照一下 這邊想要繞進去 我也差不多了 這邊也沒有想要鑽 選擇拉走 那保留這十隻駱駝也比較安全一點 如果這十隻直接走進去的話 他的兵力 正面兵力可能會相差懸殊 這邊已經升到地獄時代 薄薄人先補下重裝駱駝跟增兵技術 正面城堡沒有先產巨頭 而是先產增兵 這個有點套路喔 那薩拉城這邊是選擇先產巨頭 那增兵技術還沒有點 重裝駱駝也補下了 點下了二攻 那我們的影片之前我講過 像這種近戰單位互打的情況下 攻擊力是大於防禦力的 因為你的三防只會提升一點的近防 但是攻擊是提升兩點 不管是帝王時代還是城堡時代 封建時代的情況下來說都是這樣子 會更容易讓你打出數量優勢 你數量越多的時候 點陰攻的價值就越強 這邊招一下 這裡有幾隻駱駝 硬抓 應該可以抓掉一隻 但是會被招走兩隻駱駝 哇果然被抓掉 這邊稍微反擊回去 這邊重裝駱駝還沒有好 但是伯伯這邊已經升級好 但數量不夠多不能回頭煩打 欸 好 升級好了 我想說奇怪 怎麼沒有升級 他是 有一隻 有一隻是招翔到的啦 剛剛點到那隻招翔到的駱駝 我想說奇怪這隻駱駝怎麼沒升級 奇怪是不是又出BUG了 想想不對勁應該是招翔到的 好 那這邊想要 進去後面一波騷擾 但是已經圍好了 這裡要趕快圍 OK 那薩拉森這邊三攻還沒有點下 有沒有 兩邊都是先點三攻 而不是先點三防 但是如果你是遇到對面是工兵單位的話 有在出毛兵啊 或是工兵系的或滿攻 三防系一定要先點 這個觀念大家一定要熟記 這個對於自己打天梯啊 或是打團戰 都有一定的幫助 這邊三台巨頭 直接低打高硬拆 那低打高的問題喔 就是對方城堡受到的傷害會比較少一點 那反而是薄薄這邊高處打低處喔 你看這個城堡燒得非常快 明明只有一台 但是卻已經著火了 好這邊想要上去硬解巨型投資機 生旅第一時間倒下 後面三隻老頭開始著想 好這邊服務的人往後拉了一下 再繼續回高地 因為剛剛有點落入下風喔 回到高地之後就去開打 但是後方兩棟城堡給的傷害非常十足 逼退了薩拉森這邊的駱駝 這邊駱駝現在有狂熱的關係 血量來到170滴血 中裝駱駝的升級已經是全滿了 那薩拉森這裡補下了印刷技術跟騎士思想 要開始來打一些森鋁戰了 森鋁戰這裡的話應該要打也沒問題 但是就是要產出更多的黃金喔 才可以按下更多森鋁 如果不會影響到自己的駱駝產量的話 我覺得轉森鋁是沒有問題的 目前看起來薄薄人打起來還是有點優勢的 畢竟他這邊是處於高地的 高打地的增傷實在是太高了 增加這個25%的傷害 那打打還會再記得再增加25%喔 總共是加50% 超級有性的傷害 但是這邊來到了4巨頭就能搞定 低打高的話4巨頭能搞定 如果是平地的話 高打低的話3巨頭就能搞定 這是一個口訣喔 當然大家方便記得 巨型頭司機出幾台 讓對方才會比較難受 3台以上就能搞定 這邊看到巨型頭司機繼續開來城市中心 這邊又來一波開打 這一波開打 稍微做個包夾 但是自己的血量還掉的有點快 因為這裡沒有拿到完全的高地 還是被壓制住了 殺身駱駝 這邊數量有點少 波波這邊駱駝數量來到40幾隻 正面再次開戰 兩邊駱駝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下方還有幾隻村民已經被駱駝波擊到了 正面駱駝有點扛不太住 四台巨型頭司機也沒有時間可以空了 這個再不空走可能會被吃掉喔 有更多村民走得出來 但是駱駝也在砍村民 這邊回到高地反打 這時候波波人點下了三防 偷偷點下 這波交戰兩邊都血流成河 地上都是駱駝的屍體 打得非常精彩 那波波人這邊要思考事情 就是要不要繼續出駱駝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啦 這邊還是有高地優勢 繼續磨對方 也OK 轉弱弓也OK 什麼打法都OK 那殺身這邊選擇的話 也可以沾一些弱 這個奴隸兵喔 在後面偷偷丟菜刀也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很耗房金喔 好 那看到駱駝這邊 欸 殺身這邊突然變成了第一處 哇靠 伯伯直接站上了高地 反殺薩拉生的駱駝 駱駝直接被高打低被打爆了 即使有血量優勢 但是還不敵高打低的傷害 直接撤退 哇 全軍潰敗 巨型頭司機被拆到只剩下一台 卡套這邊還能東山再起嗎 黃金雖然這邊還可以稍微挖一下 但是一直被壓制住 村民上也是掉了一些 來到110村 卡套這邊能夠苟住嗎 哇 直接打出了巨型頭 太突然了 哇 這一波塔套打得非常精彩 他雖然 剛剛有點臘場 變得很低低喔 但是他這邊又往回臘一下喔 稍微又站穩了這個駱駝的數量 你看這邊駱駝的數量 你看這邊駱駝的數量 其實可以稍微扛住了 23隻喔 那不過這邊只有20隻耶 而且後面還殘血 但是如果他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他這邊可能黃金被控住 然後這邊也沒辦法安全的挖黃金的話 這棟城堡蓋起來 這邊黃金就不能挖了 那下方這邊也是一個被燒了喔 村民樹可能一直下降 如果村民樹下降的話又要補 如果去補的話 肉類又要下降 駱駝的產量就必須更少 所以塔套可能覺得自己沒有機會吧 所以才打出了GG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的話 沒意外是勃勃人這邊大獲全盛 畢竟少了首推車喔 少很多喔 而且這個輪軸時間喔 也是差距很大 一個是12分鐘就點了 然後一個是27分鐘點 這15分鐘之間的差距喔 差距非常的誇張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結果都要講這個經濟的原因喔 就是要讓大家記得 這個農田經濟科技喔 一定要記得點喔 尤其是輪軸跟首推車 好 你看這個塔套後期也沒點首推車 導致他經濟後面的落後非常巨大 生物的分別呢 還是勃勃人拿到4個生物 他可能也覺得也沒機會吧 雖然塔套這邊黃金上 數量是很多的喔 但是其他資源都是略輸一成喔 也沒到一成喔 大概一些些而已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次見 下次見 還可以